枪枪三人行 我们最近枪枪台湾行 云淡风轻 播出的时候也是里里拉拉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长的系列节目的时候 会涉及到一个跟新闻性的冲突 所以中间有个什么新闻节点 我们又得回到这来说说新闻 实际上我们台湾行还没播完 大概还有100多集 而且这个周末我们还会播出一两集 然后看来行起来不错 以后我们得想想 目前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正在筹划当中的有强强罗马行 强强巴黎行 美国那方面也在探讨 强强月亮行 主要是钱 有人给钱 我们就能够去跟当地的人 就能成行 跟当地人民亲善 当然了 就说是马爷来了 咱们也得聊聊 最近不光是汝瑶卖出价钱来了 清明节也过去了 这没什么关系 清明节过去了 可是有些个话题 平常我们俩曾经交流过的 觉得还是可以谈一谈 比如说其中之一 就是徐老师 你知道清明节北京这边叫什么话题吗 不知道 那时候我正在河北 我就回家看父母清明节 他们给我发信息说现在是生在北京 藏在河北 我就把我们家当坟场 生在北京 藏在河北 这早出现了 上海的老人都已经没什么希望能藏在上海 好多年前都是这样 所以最美好的时候就是说我父母就藏在苏州 你在上海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坟场 早就知道这个情况 这好多年了 但是这次北京人家殡葬协会的一什么人出来说了 说你们不要瞎说 你们实际上是要求过高 为什么 谁说不能藏在北京 他说太夸张了 你要是每个人都要求你有一平方米的目的 那是难了 你北京多少人口 对吧 那玩意儿确实得到河北省都装不下你了 可是他说我们建成的好多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 放骨灰盒的 但是都不满 你不肯放那 你不肯大家伙 说这话的人他自个儿肯不肯放在那 他是有一种文化因素 因为我们认为中国人认为入土为安 尽管我们今天是火葬了 但是大家还是把骨灰盒埋在地底下 对不对 能够接受海葬和随便把这灰嚷了 过去有一个很难听的话叫错误杨徽 就说这不好听 所以中国人基本上还坚持自己的桑葬文化 就是入土为安 对不对 你说这入土还真是 我那天看见他们一采访 说北京一墓园 你知道价钱不同的 有的能给你一平方米 但是就告你没入土 就说就在地面上 扶头上给你可能垒一个水泥的 什么东西 但是没埋到土里 埋到土里 另一个价 你说这还真是 所以你上墙弄成小鸽子往里搁 上墙 他就是现在那种简易的 肯定很多人心里是不能接受的 你记得前两年闹侯耀文的案子不就是暂时计放在那 大家感觉这是一直还没有入土为安 最后还是入土为安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他是有传统的这种桑葬文化心理的 所以对中国人很有意思 过去和今天比过去在人生两件大事 一个是结婚 一个是去世 去世上是花大钱的 今天是翻过来 结婚是花大钱的 是吧 你这些日子闹腾的 好像还有网上还要说几千万结个婚的 对 没要版 平均是几十万 平均是几十万 但是中国人在死亡上 今天的花钱是远低于在结婚上 可历史上不是 历史上永远是桑葬是最大的一笔钱 红白喜事 对 而且你看看我们今天出土的不管是说帝王的墓 还是百姓的墓 就是一般百姓的墓葬里 有点财产的人 墓葬里都是很丰富的 为什么 它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中国人觉得死是告别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仪式 可你觉得这样一种文化还要延续下去吗 它延续不延续 今天实际上是在延续 一到桑葬地 清醒我扫墓了 我去了 我后来回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墓场人丁兴旺 就是每次去都越来越大 你知道吗 原来我给我爹选的一个墓场 还是很普通的一个墓场 当时选的 现在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贵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控制的 我心意打定 就在北京 也挺远的 在郊区 你上街是吧 没有 他在北京 当时已经就算出了北京城区了 都是很远了 当时很远 这些年路修的好 还开一个多小时 也挺远的 到河北也差不多也就开一个多小时 这就有一条河 就是说河这边算北京辖区 河那边就是我们河北 两个墓园价钱差的很大 所以他们就是一河之隔 对 所以他要解决他的文化心理 就是对此人的一个尊重 它包括我看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骨灰盒一百多块钱做的上来就卖一万多 因为在桑葬的地方是没法砍价的 他还跟结婚不一样 结婚说你这酒席能不能再给我送俩果盘什么干什么 你这桑葬说买骨灰盒说再给我送俩花圈 没人怎么谈 所以他在这上面现在又是控制着 就是说是民政管这个事 所以很多东西极其昂贵 我去看了 而且包括给你配那些花圈 那花圈说配多少个花圈多少钱 结果那花圈不是给你的 是公用的 公用的 就是换那两条 换那两条 给下一条有 叫人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但是你从环保的角度了 你又没法指责它 尤其是花跟骨灰盒还在其次 最主要的是棺材 它不去烧吗 它出来不是遗体告别 都是有一个棺材的 那个价钱也差很多 而且明摆的就是一个放一下 放一下以后 它去烧的时候 它也不烧掉这个东西的 那么这个东西又是拿来用的 所以你买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它是第一次用还是有没有用 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个细节特别郁闷 整个环节 我知道殡葬业赚大钱 对 你知道殡葬业不光说这个钱 殡葬业今年 这是报纸上公布的数据 今年就烧掉了 烧掉的这个东西 烧点纸钱 你这烧这东西很有意思 烧小三 对 烧小三 烧iPad iPhone 就这些都有 而且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看完了以后 那真是气死电脑城 电脑城卖一个苹果的电脑 挣不到啥钱 有人说挣它10块钱 但是卖纸电脑的 就烧去的这些东西 那一个卖500多了 这样多少钱 比卖真电脑还挣钱 而且它特逗 富士康应该转了 富士康转型 我告诉你 而且你听着 这上面还有很有意思 它著名是 我这是特环保的 什么叫特环保 烧的时候绝对不产生化学物质的 您烧一真的还不成 真的那东西都是塑料的 一烧穿上面有毒的 环保低碳 环保低碳 先进理念 然后还有关键下面的数据特别重要 我看到那个数据我就为之一震 今年清明节烧掉的这种纸制品 陪葬的烧掉了超过我们电视市场100多个亿 你想想多大一个市场 这发死人才的 对 什么都烧 你要什么有什么 还有烧别墅 做的时候特精致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 记者假装是要买这个东西的 说见旁边一对夫妻也是东北的 保安还有吗 保安前两天就卖完了 什么都有 你现在人间有的什么电视 什么都有 汽车你要哪个牌子的 没错 要多么逼真的都有 烧了大奶烧二奶烧了二奶烧三奶 这是 所以它是一个产业 你不要小看它这几天 你想这几天它卖出于电视市场的一个总价来 电视市场还让外国人弄走一半 咱说起来咱自己还没那么大市场 所以 这个数字非常大 对 这过去真是就是说是谁 是李泽厚还是谁 不是说过一个吗 说日本民族是悲感文化 说中国民族他觉得是喜感文化 我觉得是有道理 我们真是弄这个丧事也是这种是宣泄型的 而且热闹闹闹嚷嚷 你过去要不讲什么喜丧什么的 但是听他讲的数字我就越发矛盾了 我就不知道 你刚才讲的一条 就是说这种文化要不要延续 而且你看它现在实际上的后果就是说巨大 巨大 但是人心是要有个去处 前面早就说过 因为中国人没有一个宗教 没有另外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就是要靠子女繁衍 然后对祖宗的祭拜 我跟你讲 你去墓地 我每次我看了他博客 我特别同意他里边的一句话 他说人生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 去墓地看看 是 我到了墓地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看到男女之事 怎么能看男女 你看你男女在一起长几十年 短几年 你中间很多悲欢离合 很多爱恨交织 可是那都是很短暂的 将来你们得在一起 就在那一平方 你的名字永远跟他的名字在一起 对不对 理论上几百年多少年都在一起 比你的婚姻要长久的多了 所以我又觉得墓地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很好 我这次去了以后 回来写篇小文这种感受 为什么 不能没有目的 对 他每个人去祭祀的时候 让你看着 你心里忽悠一下 为什么 他每个人往上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不就是个鲜花 摆两块点心吗 有人去做的饺子 为什么 肯定是这人喜欢吃 为什么 我老婆出门的时候说 我得给爹沏一个咖啡 因为我爹到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喝素隆咖啡 那咖啡让喝咖啡的人全都不齿 然后他就沏了一个素隆咖啡 说每年都忘了这事 今年带着 就沏好了 带着 搁在那儿 然后他喜欢吃的点心什么等等的 搁在那儿 然后他们在那儿说 我自个儿走开的时候 我走 突然看见摆着这么大小孩喝的那种酸奶 我脑不清楚 都是儿童装的 我再一看这墓地 那孩子2003年生 2010年死 父母气血而立 你一看 你再有什么不平衡 七岁 摆上的食物全是儿童食品 你到点一看 你的头发就立起来 看不得这事 心精神确实需要有一个归处 所以很难说这100多亿就是浪费掉 心灵的归宿 这个很矛盾的 我同意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可是人不能只是这么活着的 对 人是要死的 对 死的 不管死的还是活的 现在的问题是人多地少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 光你们两位都这样 你将来也要个墓地 你将来也要个墓地 国家还有多少地 他确实是这样 我去的时候 因为我特别爱读别人的简历 不认识的人 很有意思 我看到墓地上有一个人 非常认真做的他的墓地 包括他给他妻子烧了一个瓷的照片 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 30多岁 上面写的他的简历就三段 某年到某年 我一算18年在哈尔滨度过 就是他的童年 某年到某年 5年在山东伊克大学 某年到某年协和医院 人生就三段 就他的人生 35岁去世 然后丈夫就写的爱妻什么什么 我看完了以后就非常受感动 他做了一个 他只能做这件事了 人走了以后 他究竟怎么去世的我不知道 这是寄托 对 这个丈夫对他妻子的全部寄托 他们不许再说什么 人名我也没记住 但是我记住这三段历史 这个人的历史是非常干净简单的 让我们看 童年在一个城市度过 然后大学考进医科大学 完了在最好的协和医院 对吧 就这三段 究竟怎么去世是得病了还是意外了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能看出一个男人的一个精神情感的寄托 而且穆迪一定是花了钱的 他在制作当中花了很多钱 因为有时候为什么要花钱 他花钱是患得心理一个平衡 当然都是为了活着的人 对 鲁迅最感人的两篇散文 一篇是《死》 大家都知道 很有名的 他讲他生病快要死掉了 但是后来最后什么人都不原谅等等 还有一篇《野草》里面穆之文 他做梦 看到自己的穆之明 非常感动 所以穆地是一个地方 就是说人要正式死 死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所以 能够自己给自己写 这个穆之明 我也是爱去坟地人 但是 我觉得是不是 你们比我年长一些 对 我自己就觉得 有件事叫人之常情 但是好像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我有点不按常情 我是愿意去看 但是我自己现在老感觉 那东西都是无所谓的 你明白吗 我跟你的感觉 因为你离那太远 也可能是 当然也可能是 我就会觉得 我如果在心里对他有什么 我在自己屋里点起一炷香 心香一半 我何必到那个地方去凑热闹 但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不合常情 如果说有什么不满 我去过的苏州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母葬在那里的很好山坡 可是感受有两点我就不喜欢 第一是很多木做得很粗糙 而且一模一样 第二个是有一些有钱的人就霸很大一块地方 霸很大一块就很大的粗糙 对不对 知道他有钱了 就好像什么矿主这样 搞了一篇很大的 但是修得真是很难看 维也纳郊区那个墓地 我反复一再想讲 你看贝多芬 莫扎特中间 旁边贝多芬 他们每个墓都不一样 墓地是一个文化 对不对 咱一百多亿 你得花得好一点 别让他们赚这样的钱 你说这是一个件 你至少让大家多一点好的选择 个性化的目的 对 你看 人的穿越 人生前的计较 真的是穿越到死后 我那天是听谁说 就蒋介石他母亲 说为什么没有跟他父亲葬在一起 他就独葬 在另一个地方独葬 为什么 因为他父亲好像不止一个老婆 你知道吗 那个老婆先死 你像这个女人就会觉得 我不要跟他 他们俩已经挨得最近了 我再去 我也不能挨得最近 你知道我还在长熟 看过钱千亿的坟和柳如氏 名记柳如氏 很有意思 钱千亿的坟 他在当劲 一边是他父母的 一边是他原配的 咱知道柳如氏是个妾 一边是他原配的 那么你看 你就像看到他们生前的关系一样 柳如氏在哪呢 也离他不远 大概50米 那么50米还不是在一个平牌上 在水平线上来讲 柳如氏的坟在这 钱千亿的坟在这 他原配的坟在这 你明白吗 你就遐想 如果柳如氏哪怕隔远点 他这原配就挡住了 你明白吗 他往前一点 他跟钱千亿遥遥相望 可是他当然不能在旁边 他在一段不远的距离上 这个事情你琢磨起来 很微妙 很微妙 在某种程度上 目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最伟大的文明是金字塔 太极灵 对不对 太极 金字塔你想 这是人类文明无法超越的一个成就 一样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是直接投射 你刚才讲的 人间秩序根本就缩小到 但是有一个东西让大家超越 比方说我去彼得堡 看他葬了所有沙皇的教堂 他就是用一个宗教超越了 那就是所有的人用一样的白大理石 你只要是沙皇 除了最新挖出来的最后也还给他葬 那个就特殊规格 连他的家里人也有 其他的就是那个上 就是说他们用一个宗教来超越 就是说你一旦死了 你就是用一样 你别搞花样了 你的皇宫盖的不一样 你死了以后 就在一个房间里 都是一样的白大理石 中国人没有这个宗教 所以中国人每个人活着 都得把他生前的 从苏隆咖啡到 Hello Kitty到 什么钱都带进另外一个世界 对对对 就个人喜好是吧 都得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有意思 你说现在不都有集体婚礼了吗 那怎么不能集体葬礼 他不能一块儿死 骨灰和齐了 我觉得冲突太大 文化冲突太大 我觉得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 可能你看像桑葬的事 每年到这时候 各个媒体都在去报道这些事 那么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桑葬文化中会有一支比较强大的会逐渐会出来 就是让他个性化的生存 如果有这样的地方 我都愿意自己先为自己找一个地方写一段碑文 就很有意思 你写什么 我还没想好的 我现在不能随便 对 对 就这个意思 就很有意思 干嘛让别人评判你 其实你说 他就在墓碑上放个乳鱼 放个乳鱼 对 我记得是国外有个什么名人忘了 牟志明自个儿就写了一句特别幽默的话 叫恕我不起来了 我话不是谁说的 他一早就想好了 麻烦再救我一次 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对 为什么都做的一样了 这不代表钱就会浪费 完全可以稍微有点区别 我跟你说 人都想有区别 可是谁也不喜欢流水线 尤其是在死后的事 但是你知道 现在就是流水线 当你知道真相的时候 你不愿意经过这一套 因为我都看过 你知道吗 我就是到火化炉 你知道吗 他说骨灰也并不真理 我当时说 那一小炉这么一小洞口 塞进去 他说这里政协委员 或者说是港澳租钱多的 能一炉烧一个 他说普通人一炉 他说我们现在太紧张 一炉烧两三个 我说他从那边拿耙子 爬出来 你闹不清你的河里 是不是全是你的 你知道吗 听他今天这番话以后 我觉得我应该争取做个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 能一炉烧一个 我别的不为 就为了一炉烧一个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而且你知道吧 烧出来脑壳还是有的还是完整的 还得有一个叫打碎机 这才能成骨灰 所以说你看到真相之后 你愿意接受他化妆吗 包括你到后台去 不能叫后台 后边有一化妆师 那板刷 小脸飞红 要给你化好了 大家出去跟家属最后遗体告别 我看了真的 我为什么觉得这事无所谓 就说我甚至我不愿意接受你 好 也有你的 但是大部分人 我自个头海 差不多了 我想有一点观念 我是觉得可以打破 就是你葬在北京 葬在河北应该没什么 就是钱的 没事 你说我葬在河北就好大 好很大的人生 没剧这样 处处埋中谷 对不对 哪里黄土不埋人 自然间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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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